里长们起居一堂 今天上午淡水区公所 在水堆活动中心 召开了今年第三次的里长 里干市联系汇报 并邀请了区内各个机关团体 一起与会 要让里长们有个 直接反应问题的管道 而在会议中 就有里长通批 部分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包商 没有尊重居民意见 希望公所可以协调改善 污水下水道从去年 资本公里施作 预计是今年初 就是今年的六月初 六月之前一定要完成 可是有时候会经常说 因为陆镇没下来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知道进瓜的时间会有 所以我这个我能理解吗 能理解的时候 现在陆续会开小型说明会 我想在这个 一些厂商的一些态度上 而且在建设上 希望能够加强 我刚才这步好像败压 而对此公所也表示 由于淡水的污水下水道工程 是由水利局外包给 北安环保公司进行施工营运 为求工程的品质 在升格前曾要求北安公司 每个月都要邀集公所 以及受影响区域的里长 进行检讨会议 但升格后却改成 两三个月才开一次 如果地方有需求 工水会请水利局 恢复每个月开会 希望能够及时解决问题 来过去每个月 都有一次的这一个工程督导 那里长都会在会议当中 提出该月 这个污水下水道工程 在个里进行的状况 甚至觉得不当的 我们里长会提出 那最近变成有时候 变成是两个月一次 或是说不正常的定期开 我们觉得这是不应当的 所以我们会强力的要求 我们水利局能够在 跟这个厂商能够强力要求 屈导演表示 为了达到百分之百的接管率 改善污水的问题 污水下水道的工程 在淡水供期长达十年 因此公所也希望 施工单位和地方的 工通管道能够保持畅通 以减少施工期间 带来的诸多不便 记得传播为淡水采访报道